南加大校園外圍 在不到三年的時間當中 就有三名中國留學生 成為命案犯罪的受害者 讓校園周圍治安 再度成為留學生 以及家長們最擔憂的問題 儘管校方已經斥資近千萬美元 加強校園以及周遭環境安全的管理 但是最根本的 還是需要學生自己隨時提高警覺 避免成為犯罪目標 季辛然命案 讓原本單純的南加大學生住宅區 再次成為媒體轉播車進駐焦點 警方一度將鄰近街道全部封鎖 以便採集血跡與證據 而聽聞命案就發生在身邊的學生 更是深感害怕 我以為是入室搶劫然後被殺的 就是當時超級害怕 當時我就果斷住到同學家去了 還是覺得比較嚇人 關鍵是當時我呂峰 又是在四樓住著的 所以我第一時間是給他打的電話 如何保護自身安全 學生們也各有因應措施 我一般晚上都會檢查門窗 有沒有鎖好 然後我房間裡其實是有那種 就是應急的槌頭 手電筒 都在我的床旁邊 在國內有條件的話 可以來了就買車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出門盡量開車 然後晚上從學校回來 沒有車的話 晚上其實你任何覺得不安全的時候 你都可以讓學校送你回來 事實上南加大在校園內外都有安排校警 進行全天候巡邏 各個路口也裝有監視攝影機 警鈴設備與急難報案系統通知等服務 更鼓勵晚歸學生充分利用免費校警專車接送回家 盡最大可能保障子神安全